高雄市院主場廣外 大批粉絲買好周邊 準備進場看偶像Blamping的演唱會 在滿滿的人潮中 有眼尖的粉絲發現亮點 艺人楊佑寧牽著老婆 梅琳達現身 後方穿著白色上衣 戴著黑色毛帽的長腿辣妹 就是艺人楊錦華 兩對夫妻一起南下追星 在現場也引起了一波小騷動 另一頭艺人艾麗克斯 還有李永賢 也帶著一雙兒女到高雄 把握難得的機會追星 買到票的進場了 搶不到票的粉絲 竟然冒險爬上欄杆 場內傳出真正尖叫聲 沒搶到票的粉絲 只能隔著白色欄杆用聽的 不過用聽的不夠 竟然有人直接爬上欄杆 好幾個人也群起效仿 就為了看到心愛的偶像 不過這個危險舉動 被現場工作人員發現之後 馬上被制止 要所有人推到後面去 一名男子不滿 竟然回嗆工作人員 站在一旁的女子也加入戰局 不滿工作人員驅趕 還批評主辦單位應該要架起 封鎖線或鋸碼 不過也有人以為買到票了 到現場才發現進不去 另外則是有粉絲到現場要拿票 才發現買到黃牛票 總共有十二個人受騙 黃牛一票多賣 害這些人花了冤枉錢 根本進不去 場內熱力四攝開場 場外意外插曲也不斷上演 TVBS新聞林毅邦SNG小組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